西伯来书第一章 他把全能的命令拖住万有 他洗尽了人的罪 就坐在高天制大者的右边 他所承受的名 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 就远超过天使 所有的天使 神从来对哪一个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又指着哪一个说 我要做他的父 他要做我的子 再者 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 神的使者都要拜他 论道使者又说 神以风为使者 以火焰为仆役 论道子却说 神啊 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 你的国权是正直的 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 所以神就是你的神 用喜乐油告你 胜过告你的同伴 又说 主啊 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 天也是你手所造的 天地都要灭墨 你却要长存 天地都要像衣服 渐渐旧了 你要将天地卷起来 像一件外衣 天地就都改变了 唯有你永不改变 你的年数没有穷尽 所有的天使 神从来对哪一个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仇敌 坐你的脚凳 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 奉差遣为那将要 承受救恩的人 小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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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丽吗